谎言是撒谎者的莫志明 8月15日凌晨 黄晓明又发了声明 继续澄清卷入的18亿元股价操纵案 还在说 只是委托陆姆理财 甚至还玩文字游戏 他与他母亲没有参与操控股票 第一次 他说未参与其中 未介入过调查 然后被我们德林社监的真相 实在流通股东恨然在列 这一次 很显然 黄晓明又撒谎了 让我们看看证监会之前的处罚文件内容 黄某名德林社助 及黄晓明账户他 列后邮行母亲张某侠 德林社助 即将素侠管理使用 进入某介绍 张梦霞将黄梦明证券账户部分委托高永管理 该账户涉案交易由高永做出 很明确 黄晓明的账户是实际委托给了高永 而黄晓明账户已经实际 参与了18亿元股价操作档案 在法律问题面前很多人都会选择地众就轻 但是基本的事实 作为一个明星不应回避 高永18亿股票操作档案 会随着证监会的处罚 黄晓明的致贱而结束吗 不能 股是不是爸爸知道 在封口浪尖上 黄晓明骚谎了 面对如此影响巨大 影响恶劣的案件 显然一直行政处罚只是开始 等待的将是移交司法 以及后续司法机关的强力介入 随着黄晓明谎言的戳穿 高永做庄案拔出萝卜带出迷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黄晓明账户到底有几个人在操作 高永做庄金华之央案 已经是满城风雨 得灵社在8月13日的节目 黄晓明跑不了中详细介绍 2015年2月25日 精华制药重组停牌前 高永团伙大量满入精华制药 精华制药重组复牌后 高永团伙再用黄晓明 为首的自然人账户大举满入 将黄晓明留在精华制药 2015年的半年吧 施打流用股东名单中 高永导演的作装大戏 证监会已经在7月3月做出了行政处罚 将其违法所的8.97亿元进行没收 并处以8.97亿元的罚款 高永做庄案真的能以精华制药结案吗 相信证监会不会因为 一致行政处罚而终结对高永操作股票案的继续调查 高永团伙问题还不仅如此 在作装精华制药之前 还设想相同套路操作黄海机械 同样把黄晓明留在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之中 黄海机械操作手法跟精华制药如出一辙 所有的账户都有零同 监管机构不因也不会视而不见 岂能指察精华制药作装 将黄海机械案成为烂尾工程 我们相信监管不会以葫芦案了结 高永操作股票大案 将黄晓明推向了风口浪尖 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做出之后 黄晓明卷入18亿股票操作案之说身销尘上 黄晓明第一时间站出来否认认识高永 否认参与过任何操纵股票的行为 在8月11日的声明中 黄晓明工作是强调 未受到过任何与股票有关的处罚 因为添入过任何与股票有关的调查 很显然黄晓明撒谎了 曾经稽查人员在办案期间给黄晓明电话 有一种说法是黄晓明挤出三个小时跟调查人员见面 黄晓明是演员 很忙可以理解 但是 在证券弹案调查的过程之中 黄晓明是挤出时间来见面 为什么不是黄晓明波容会见呢 调查员谈起能用见面二字轻描淡写 证监会的调查人员颇有待黄晓明宠信之感 至监管权位于何处 配合国家机关行政司法调查 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18亿股票操纵大案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应该配合调查约谈 德林社挖出黄晓明账户跟金华制药关联 迪实权证据后 黄晓明站出来再次强调 自己不认识高永 他本人股票账户开立后 由母亲代为管理 张素霞将账户委托给陆某代为理财 经由陆某介绍 转委托给高永管理 高永账户组所从事涉案交易 由高永决策 这是黄晓明亲自承认自己的账户不是出界 而是委托理财 黄晓明说自己跟母亲没有参与操控股票 那么是不是涉案期间 黄晓明的账户就不在其母亲张素霞的掌控之中吗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证监会2018年47号行政处罚决定数却指出 黄某明及黄晓明账户开立后由其母亲张某霞及张素霞管理使用 经路某介绍 张某霞将黄某明证券账户部分委托高永管理 该账户是按交易由高永做出 注意一个细节 黄晓明的账户是部分委托 什么是部分委托 是座庄股票交易完全由高永团 或操作 还是账户委托方和被委托包均有操作 如果委托人可以操作 有没有像座庄精华制药 那非法所得 去交易其他股票 部分委托意味着账户委托人 有权随时可以查看自己的账户 在高永操纵精华制药股票期间 黄晓明的母亲张素霞 是有机会看到高永决策买入的股票 黄晓明均入18亿股票操作档案中 还有很多疑点不能成为糊涂案 黄晓明在第二次声明中强调 高永账户组所同事涉案交易 由高永决策 决策的结果是否会告知委托人 委托人除了委托账户 还有没有其他案件 未发现的第三方老鼠仓账户 委托账户不合法规 操纵股价更是属于严重违法 从黄海基写到精华制药操作过程中 黄晓明的账户是一次性委托 还是每次专项委托 委托是否有协议 委托时 账户里多少资金 双方怎么约定收益分成 长期交易过程中 账户资金有没有发生转移 如果转移 转移给谁了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 司法调查理清 因为 不管黄晓明只不知道账户 被装扎拿去作装 账户里面的违法所得是需要没收的 如果违法所得满入 被高永作装股票而取得利润 同样应该以非法所得进行没收 如果在账户违法交易之后发生转移 转移的非法所得应该追缴的 明星效益 操纵案更需彻查高永 告出的18亿操纵股价案触犯性法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刑法 第一 82条规定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或取不正当利益 或者转嫁风险 情节严重的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拒议 并处或者单出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除了刑法 证券法第七十七条对操纵股价 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资电优势 连续拉伸股价的属于违法行为 高永部分操纵已经被证监会鉴定 那么联系证券法和刑法通道的是 关于经济案件追溯标准的规定第32条 规定操纵证券价格 被把获利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基因移送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现在 黄晓明账户委托人 只是轻描淡写的进行了致歉 那么部分委托管理的黄晓明 相关账户责任人 是不是就真的没有责任了呢 如果以后艺人们都纷纷仿效躲在幕后 以一句不知情意推了之 资本市场起步乱套 证监会就高永坐庄金华制要做出行政处罚 记住了 这只是行政责任 法律意义上 还有一个责任叫刑事责任 高永团伙体能一把那支 18亿股票操纵案 无论是行政还是刑事都已经属于特大案件 不移交司法不足以警校友 相信证监会除了会继续深挖高永船火 不会让案件在行政处罚层面上终结 是该移交司法 让警察进场了 相信司法介入 会让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给18亿股票操纵案 一个真相 给黄晓明一个是非黑白的公正结果 证监会一直在努力打击资本市场 理造假 操纵股票等恶劣行为 希望给股市一个健康的环境 资本市场排毒任务兼具 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 相信证监会不会让高永案就此划算句号 影视明星的是犯效应太强 如果这样18亿的股价操纵大案都草草结束 让一万留给公众 让没法者逍遥法外 让投机者感觉可以浑水摸鱼 那么这个案子不仅无法起到疫情效尤的作用 更是留下巨大的监管模糊地带 只要高永操纵股票大案 离交司法 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这样才足以正确犯罪 卫护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 德林社一直坚持认为 资本市场不是法外之道 无论你是大佬还是明星 都必须遵守刚系律法 否则 给市场挖地狱 就是给自己修老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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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